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公子夏为妻 本人为妻姓 互称夏姬 夏宇书病逝后 手挂的夏姬也没闲着 话说老居在家的夏姬实质虎狼年龄 陈国的大夫孔宁和乙行妇都是好色之徒 夏宇书在世时 孔宁和乙行妇都曾窥见夏姬的眉色 随着夏宇书的离世 亚人不免打起夏姬的主意 孔宁既胜一筹 最先成为夏姬的情人 夏姬并有尽当相赠 在孔宁的撮客下 夷行妇和陈灵公先后成为夏姬的情人 或许 夏姬有赠情人礼物的习惯 一日夏姬与乙行妇纳了之后 便解下身上的衣物赠给他 而夏姬送给陈灵公的礼物 是一件靠身的衣物 碧罗如是善意的一种 紧的 室内裤 无论是碧罗如还是紧的 亦或是汉山 从夏姬送出的切身衣物私密程度看 他对待三位情人倒是一碗水端的构平的 视频 还是无奈 只有夏姬知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